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均生意是有50万的话 即是说你的收益是2万5千元 年轻的时候在90月初年代 都是一个很吸引年轻人入行的一个行业 当时三五成群 一人拿2、3万元就可以开店铺 但现在就不行了 投资的成本开一间店铺在香港一两百万 都是狠狠的 情况下 今时今日如果真的要开一间自己的店铺 除非真的有一个大股东 一个投资者进来 如果你说几个人这样去夹 真的 还有香港的租金又贵 租金又短 可能只有两年至三年的时间 但很多时候你做到营运都做不到一个盈利 打工就更好 其实出来开店铺之前就总觉得开店铺当然比打工好 因为自己都可以免费 刚才影片也说到大家有个数字 开沙篮的时候 话说是很天真的 计算到自己有一群朋友 还有自己没有在当地开店铺 然后觉得应该回去开店铺 都会有一群朋友 亲戚 甚至想起教会的教友来支持我 其实不是的 就好像现在我们在聊天 大部分听我们分享的朋友 都未必是close friend 这个开店铺也是 都不是一些 正所谓很亲近的朋友来support 反而是一堆陌生人 慢慢就变成很熟悉 一两个月月见面一次的顾客朋友 那我很幸运 我很幸运的 其实我开店铺的时候 不是没有生意而倒闭的 我是因为开店铺的时候 就叫做怎么说呢 周日清 就是每天做多少就花多少 因为都知道每天有钱入 就是每天下班 你以前打工 一个月出一次来 你做了老板 每天都有钱 美化是专业 可能他把专业分开很多部分 可能是技术的专业 但不等于你是营运的专业 商业的专业 所以就今时今日 和这个社交媒体 和这个互联网 又好像知道世界事 又好像很难知道一些细节 是没有细节 只是知道而已 人家说给你听有没有细节 你听回来就更加没有细节 所以就是一个业界 不管是什么业界也好 又说回美化 我说其实市场没有发展过的 不要说市场的发展 是每一间厕所自己发展 你各一各去做 也没有人去做市场 去做评估 有多少消费者 它的消费能力是多少 也没有这样的数据 所以大数据是没有的 在这方面来说 美化业的失落 是可以预计的 在我来说 所以 什么都是过去的就是过去 我经常都说了 究竟未来是怎样 大家 谁去想呢 还是大家一起去想呢 大家有什么想法呢 是很需要一个平台 我不知道是马来西亚 不过如果是香港的话 很多老板自己都是剪成一份的 老板是全沙洞里面最忙的人 又要服侍客 又要看员工有没有问题 一间又约了人来谈些产品 老板太忙了 他又去照顾顾客 你觉得顾客是否觉得 他这个老板的照顾是很周到呢 是很难的 为什么要帮助老板呢 因为老板是全屋技术最好的 贵一点也不要紧 老板一定会高一点的 那高客又得不到一百 老板又得不到一百 你说呢 那你认不认同我这样说呢 老板也是公司 公司怎样去照顾 好好的去发展 他自己的沙洞 是大家一个团队去创造这件事的 这个是我想表达的事 所以我第一句就写了 沙洞如果长期客人得到 满意和稳定的良好的服务 是等于业绩的增高 要扶持一些年轻人呢 如果任何一个沙洞老板 都是肯去扶持他年轻一代的员工的话 这些员工是死心拍地去帮他做的 嗯 但是老板你怎样拿到时间出来 你的客人应该是交多给你的伙计去做 你去刺激你的伙计呢 怎样去提升自己 可以代替老板这个角色 即是他的客人 老板可以给客人 不过如果大家要生存 大家要怎样去想 怎样可以维持这间沙洞 怎样把生意稳定化 做得好些 这个才是 这个比较 在目前的状况 是一个priority 先求生存 后求战 对不对 平时要大家抛开一件事就是 其实我们并不是敌人来的 我们并不是competitor来的 其实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是我们自己 和我们最大的敌人呢 是这个时代 因为刚才早前 Linda姐都说 之前开店的门槛是低一点的 和以前做这一行呢 是赚到钱的 然后Linda姐都说一句话 是这一行根本都没有发展过 其实这句话是很重的一句话 为什么我会认同你呢 因为你没有在里面那里 就是叫做 蹲下的头在那里做 你是一个球队的经理 球队的经理 会看着整场球的走势 不单只看到自己的球员 怎样踢场球 也会看到对方的球员 怎样去反击 其实站远一点去看的东西 反而会清楚一点 那我总相信的世界是很大的 不过感恩的互联网呢 将我们都可以慢慢拉近在一起 我现在做一间学校呢 我看到曙光 我看到光明 我看到光明 反正呢 做着沙漱的人呢 都很少来学习的 现在那些不是做着沙漱的人呢 很多人来学习的 哈哈哈哈 我就告诉你 我现在是香港唯一一间 专业的私人学院 知识能够改变未来 教育认证是唯一的通路 是真的 就好像刚才的 你都寫得好啊 很用心啊 我们会在这几个频道出现 那大家如果发问些问题呢 我们可以寫些东西 好吗 给些材料我们呢 大家可以去讨讨一下 是啊 我们可以研究一下